更加科技化的一個全面提升 能夠帶給大家更加便利的使用 接下來讓我們用最最熱情的掌聲 歡迎到今天力臨現場最大的長官喔 讓我們用熱情的掌聲歡迎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護運服務總所顏文忠總經理 掌聲歡迎 總經理好 總經理很帥氣耶 掌聲歡迎 剛剛你那句話我不敢當 黃總 組割長 洪所長 還有補經理跟鄧經理 還有我們交通界跟媒體界的先進 這個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今天很高興喔 這個大家都知道 台北火車站啊 他除了是中華民國的國門以外 當然也是首都最重要的一個轉運中心 那既然是轉運中心 他的停車需求呢 必然就非常的高喔 所以 這個 對停車場的管理喔 以台鐵來講喔 我們是把它當作 旅客服務處理的一環來對待 所以台鐵局非常重視停車場的管理 所以102年呢 為了解決這個停車場管理的困境 我們就已經跟歐特儀合作過一次 那102年那一次 我們是用OT的方式 那已經歐特儀之後呢 他做了很大幅度的改善 事實上剛剛施儀也介紹過了 在104年 他也獲得金破獎的這個殊榮 那106年 我們這是第二次合作 那這一次合作呢 我們非常感謝黃總經理所帶領的這個歐特儀的團隊 他這一次喔 可以講把台北火車站的停車場呢 做一個華麗的變身 各位可以看得到喔 這個 這一次呢 除了把這個停車場引進火車的嚴肅之外呢 在硬體的改善方面呢 讓這個停車場呢 變得光鮮亮麗 那當然最重要的 不是硬體的改善 最重要的 他把資訊科技這一塊把它帶進來 喔 剛剛 馮所長 吳經理都特別介紹過了 這一次他把這個資訊科技的應用帶進來以後呢 我們可以講 他幾乎 解決了所有停車者的痛點 包括入場前 車位的查詢 入場的車位辨識 出場前的車輛學詢 動線導覽 還有最重要的電子支付這一塊 他都解決掉了 所以 非常感謝歐特儀這個團隊 除了軟硬體的改善之外呢 他還特別錦上天花 什麼叫錦上天花 他把AR互動系統 這個台北車站的服飾會 還有時光隧道把它帶進來 讓台北車站停車的user呢 除了這個停車感受改變以外呢 還有另外一彎不同的感受 讓停車場不再只是停車場 所以我要再次 這個感謝黃總所帶領的 歐特儀者的團隊 這一次在台北火車站停車場所做的改變 讓我們感受非常深刻 我相信這一次的改變 會變成台鐵所有停車場的一個標竿 以後我們會用這個標準 來要求我們的業者 做到這個程度 最後 我要再次謝謝各位貴賓的麗玲 謝謝大家 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謝謝掌聲 謝謝我們顏總經理 謝謝您 我們謝謝顏總經理 先請回座 在我們顏總經理